临政前一天 准老公背着我偷偷去看南科 我气势汹汹推门而入 怎么 临政前一天 你不行了 他四笑非笑 大咧咧往白床单一躺 是啊 所以请林医生帮忙看看 我反应过来 一把捂住南科主治医生胸牌 认识两年 我一直告诉他我是二科医生 早上八点 医院很久没出现 护士们下了夜班不溜 还齐聚一堂的热闹场面 不出意外 有大料 一个护士小姐姐痛心疾首 林医生 刚刚来了个帅的人身共愤的男人 可惜啊 去了影科室 南科 我皱眉 当带男人看南科 很正常 但这么早的掐着点来 就有些过于正常了 可惜了 我也跟着感慨 但是真的很帅 有人眼貌桃花 凤眸健眉 白皮红唇 窄腰长腿 身高目测182.5厘米 还182.5厘米 观察得挺仔细 这让我想到了 我那个明天就要出来和我领政 认识两年 但拢共见面 没超过十次的未婚服 因为他 我好像对帅这个词 有了免疫 毕竟 刚刚小姐妹们说的 他都有 而且好像 他也是182.5厘米 无聊可哇 我准备回科室继续哇 突然 身后有小姐妹小声问了一句 你们有听到他叫什么吗 刚刚听李主任叫他小白 还是笑白来着 笑白 我猛的顿住 我那位婚夫 就叫李笑白 我不比是男人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就是男科医生 有病治病 没啥稀奇 但我不想被人骗 会主动来看男科的男人 多多少少是知道自己有点问题的 这案子搁在李笑白身上 那就是他明知道自己有病 不仅瞒着我 还聊不我明天跟他结婚 怎么 今天来看医生 打算临时抱佛脚 我想直接冲进诊室 但最后一丝理直阻止了我 万一不是他呢 带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 我回了科室办公室 李医生 值班护士苏勤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李主任呢 我一边问 一边四周把量 去洗手了 苏勤答 待会有病人 我看看今天病患的资料 我洋装淡定到 主任医生不在 我这个主治医生 也会帮着看看病患的病例 记录资料 苏勤很快把资料递了过来 第一页 李笑白 我丢下病例本 直接转身朝诊室走去 虽然病患记录上面没有照片 但那些信息足以证明 这个李笑白 就是我那凌天要领证的准老公 我气势汹汹 推门而入 诊室就一个人 可不是腰窄腿长 气宇轩昂 李笑白正扯着皮带 看到我时 明显愣了一下 我上上下下扫了他一眼 冷笑 怎么 林正前一天 你不行了 他很快镇定下来 打亮着我 最后目光落在我的白大褂前进 见眉微挑 凤眸低垂 红唇似笑非笑 让我没想到的是 向来温文尔雅的 他居然大咧咧往白床单一躺 是啊 所以请李笑白 帮忙看看 但很快 我反应过来了 一把捂住自己胸口的牌子 脸色有些难堪 之前 我一直跟他说过事 刻医生来着 没等我开口 李主任就来了 看到我在里面时 立马皱了眉头 小林 你怎么进来了 先出去 我几乎落荒而逃 第一次见李笑白 是在三年前冬天 蓬府路的羊肉火锅店 因为我那个怨人无数的姑姑 在三间内夸他超过三百句 最后拉着我的手 小月 他真的又好又帅 姑姑要是没结婚 保证主动追他 我说了 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的 你就去吧 姑姑前段时间出了车祸 他说 如果不是有这个 叫做李笑白的男人 就他 他怕是只能在我梦里来找我了 我不想他来梦里找我 也不想被他继续念叨 最终答应去见那个 在他眼里帅的人生共分的李笑白 地点和卡座都是姑姑定的 他说李笑白是北方人 喜欢吃羊肉火锅 但实际上 他错了 因为我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发现他在皱眉 卡座是有号码的 他只扫了一眼 便穿过层层人 走到我身边 伸出手来 你好 李笑白 你好 林月 我也伸出了手 姑姑说的没错 他确实很帅 帅到一进来 三分之二的女生 都朝他看了过去 那个 我是我姑姑让我来的 我有些犯嘀咕 其实我一开始 以为姑姑框我 毕竟这么帅的男人 怎么会没有女朋友 我知道 他点头 你看看要吃什么 我请他把单子递过来 不用 我们AA就好 我白手 彼时 锅里的汤底沸腾了 一滴油扑腾了出来 小心 他出手快如闪电 将我的手拉开了 手指相碰 面红耳赤 他在警局工作 一年里休假的日子 须之可数 但每次休假 他都会约我吃饭 看电影 喝咖啡 逛街 没有太多的意外 我成了他的女朋友 试着交往是他一年半前提的 领证结婚是他半年前提的 我想 我大概知道了 他单身27年的原因 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后 我们仅限于亲亲 抱抱 举高高 否则 我也不至于不知道 他有那方面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 他是抱着什么心态 来和我说结婚 站在医院的走廊上 被人喊了一声 我才发现自己 拿真的手颤的厉害 上衣口袋里 突然传来嗡闭声 短信声 不用想 我也能够猜出 是谁发的 毕竟这年头 用短信关怀我的 除了10086 也就塌了 你在医院办公室里 等我20分钟 时间 地点 人物 这种时候 李笑白的语言 居然还能一如既往的 言简一概 我笑了 我会等他吗 答案是会的 但不是因为他的话 而是因为 我要看他的笑话 从情理来说 我没告诉他 我是男客医生 是我的不对 但这件事情 要是追本溯源 还有一段乌龙故事 可他有病 这个事实可跑不了 我冷笑一声 转身回了办公室 只是莫名的 我居然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轻松 就像 我曾经也怕过 素季一看到 我回了办公室 立马拿了病例本过来 李医生 昨天等你预约的患者 刚刚打电话过来 还有10分钟到 10分钟 我愣了一下 李笑白约我的时间 是20分钟后 此时 离他发短信 给我才过5分钟 就在我犹豫了一下的时候 口袋里的手机 短信提示音 再次响起 抱歉 我有急事要先走 晚上去你家找你 李笑白 我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这男人 果然不行 看得病都这么急 拿了病人病例 我转身去了我的实验室 其实 虽然都是难科 但是我和李主任 负责的方向并不一样 更多的 我负责分析 研究某些物质的病理情况 比如 接下来的病人 因为妻子难以受孕 想做试管 而我则需要 帮他对某些物质的存活率 以及是否存在 遗传性疾病进行分析 至于晚上李笑白来不来 这对我来说 又是另一个事情了 白天不敢见 难不成晚上就敢见 但下班的时候 我还是和李主任 请了明天的假 刚回到家 门一开 毛球便朝我扑了过来 尾巴摇晃得要让人眼花 看到他时 我愣了一下 毛球 是去年秋天 我和李笑白 出去爬山的时候捡到的 原本只是到脚踝的金毛 现在已经成了 威风凛凛的大将军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我已经将鞋柜里的 男士拖鞋拿了出来 叹了口气 我转身去了厨房 任命地做了两个人的份 要送他走 也要让他吃顿饱饭 在上路 我告诉自己 可事实就是 在让人失望这一点上 李笑白从来不让人失望 凌晨十二点 我看着桌上凉透了的饭菜 将自己的头埋进了膝盖里 我知道 他不会来了 李笑白以前 无论在我这里做什么 都会在凌晨十二点前离开 毛球不知道怎滴 也还没有睡 用他金色的大脑袋 在我腿上蹭了蹭 我将他抱在怀里 让思绪放飞 但怎么飞 甚至连他的日常是做什么的 我都没具体问过 我们之间的相处 好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至于告白 如今看来 也像是一场意外 那天是国庆 我和他一起 在家看阅兵仪式 电视里的小哥哥们 盘亮调顺 气宇喧昂 想起小姐妹们 经常感慨的一句话 我下意识地开口 要是有个这样的男朋友 也不错 为什么 他问 这样 我就可以跟他说 你守护国家 我守护你 那你愿意守护我吗 现在想想 不知道是他脑子抽了 问出了这个问题 还是我脑子抽了 回答了愿意 又一个白天过去 李孝白仍然没有出现 他就像是人间争发了一样 没有留下之言片语 其实 从在医院里看到对方的那一刻 我心里就有了一种预感 我与他 终将无疾而终 只是真当这个论点 真正成立的时候 不可否认 我有点难受 有点想哭 将上周从家里拿出来的户口本 塞回抽屉 我用清水洗了把脸 该过的日子还得过 该上的班还得上 一个不行的男人而已 我为他伤身两天已是极限 凭什么继续留恋 但是 有句话说得好 福或许不双至 但或从不担心 当我在医院看到陈奕安的时候 我就知道 老祖宗都没有智慧了 哪怕六年没见 我还是能从人群中眼看到他 依旧人模狗样 高高在上 陈奕安显然也看到了我 只高气扬地朝我走了过来 我听同学说 也还是选择了这个方向 没想到真的在这里 陈奕安看着我 眼神带着嘲弄与怜悯 像是一个抚养众生的神 如果说以前 我会被他影响 可六年过去 谁还是曾经的那个人呢 我回给他一个 最得体又大方的笑容 是啊 你这时候会来看病吗 我们医院童走无期 找我也不能打折 你 陈奕安显然没有想到 我会这样回答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唏嘘地摇头 我就说那你不要做这个方向 你看看你 如今尖酸刻薄 我要是不做这个 你当年就不会走吗 我吃笑一声 眼神多了几分不屑 陈奕安被问住了 向来以谦谦君子试人的他 难得脸上带着愤怒 声音也大了几分 林悦 你别不知羞耻 谁骂我们林医生 他是吃你家大米 还是跑你家祖坟了 也听到动静的苏琴 气急败坏地从当公室冲了出来 等看到眼前的人时 瞪大眼睛 陈奕安 你还有脸见林悦姐 见到外人 陈奕安立马收起了獠牙 瞪了苏琴一眼 请你抬头 你知道什么 苏琴也不是好惹的 下巴一抬 我是不知道什么 但陈学长知道我们这是什么科室吧 话说你来我们这里 是要看病的吧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技术好的医生 谁 谁谁要来你们这里看病了 你们这些一秋之河 陈奕安终于挤了 瞪着我 我就是过来告诉你医生 我要结婚了 说完 他从那身笔体的西装里 掏出一张红色的烫金琴帖 这我倒是真的有想到 什么时候 一个月后 还有一个月就给我发琴帖 是怕我凑不出份子钱吗 我笑了 将琴帖郑重其事地放进衣服口袋里 放心 你的婚礼 我怎么可能缺席 不出意外的 我又看到了陈奕安五颜六色的脸 像之河豚 我叹了一口气 李小白就算生气 都肯定会比这张脸笑着好看 不对 截至前天 我和李小白在一起 还从来没有红过眼 白过脸 李月姐 你真的要去他的婚礼啊 一回到办公室 苏琴就把我拖到了身边 皱着眉 眼里带着担忧 我微微一笑 从口袋里拿出琴帖 打开飞叶 上面是用受精体写出来的两个名字 新娘和下新郎陈奕安 苏琴就在我身边 自然也没有错过这个信息 鼻地骂了一声国粹 靠 他们居然还真的在一起了 这不是正好吗 绝配 我和上琴帖 嘴角带笑 心里却有些说不出的悲凉 试问 谁在昨天被准老公放了领证的鸽子 在今天又被六年没见到前男友 带着琴帖上门嘲讽 还能够心情愉悦 陈奕安 我的前男友 也是初恋男友 我读医学院 她读文学院 李月姐 你真的放下了 苏琴小声地问我 话里带着担忧 她是我同学院的学妹 我和陈奕安的事情 不仅医学院知道 甚至整个学校都传得沸沸扬扬 原因就是她在学校贴吧里 发了那篇张扬至极的告白 曾有鲁迅七一从文 是为求救国救民 倘若陈奕安和李月在一起 便是一文一体 陈奕安此生足矣 我和她也曾经互相支持 共同进步走过了三年 产生分歧 是在我独眼选方向的时候 我记得我告诉她 我选了男性生智科这块 她那瞬间像是见了鬼的眼神 第二天 她就跟我提了分手 但文学才子的分手和表白一样有腔调 她没有亲口和我说 而是在学校的贴吧里 发了另一则帖子 昨夜下了雨 白被龟落入了抽水沟 等到我知道的时候 已经是在我沉浸于选课题 不问诗诗的一星期之后了 而陈奕安则在帖子发出的 第三天出了国 走得悄无声息 将琴帖塞进办公室的抽屉 我转头朝苏琴一笑 这种男人不放下 留着她回家过年吗 苏琴松了一口气 就是 这种不守难得的男人 谁爱要谁要 不守难得 我笑了笑 要这么说 倒也没错 后来我才知道 陈奕安出国时不是一个人 还有她同学院的师妹 何夏 而他们的暧昧 早在从和我分手的半年前就已开始 突然苏琴拍了一下手 激动出声 李月姐 我忘记了 你之前有跟我说过 你有男朋友对不对 要不这次就把她带去陈奕安的婚礼 虽然我只看过她的背影 但我可以肯定 就绝对鸟杀陈奕安 对于苏琴的孕育室 我只能够抱之一笑 她曾经有一段时间 一直想要把自己哥哥介绍给我 我可奈何 我这才给她看了一张 李小白在我家里做饭背影的照片 并告诉她 这是我男朋友 现在那张照片 依旧在我的手机里 就是不知道 这人还算不算得上是男朋友 毕竟从那天到现在 已经将近20天过去了 而那连几个字的短信 她都没有再发过来过 一个星期后 我再次见到了李小白 可我怎么都想不到 在相见会是这样的场景 你是 嫂子 对吧 病房外 一个245岁的年轻男人站的笔直 再看到我实现是一愣 突然啪了一声 醒了个标准的军令 我手里的巧克力 差点落在地上 那个 你认错人了吧 我有点忙 兄弟可以乱认 嫂子可不能乱叫 没有 绝对没认错 谁知这人还一脸笃定的点头 脸上带着喜上没烧的笑容 说完 还啪了一声 把病房门拉开了 嫂子请 我 我到底近还是不近 我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刚受李主任嘱托 过来看他家的小朋友 原本对话 我都还记得一清二楚 他就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头发 为难的跟我说 那个 小林啊 我刚刚知道 家里有个小朋友 过来住院了 还伤得挺重的 家里让我过去看看情况 但我这里还有个病人 我想你要是有空 能不能帮我先过去看看 有什么情况回来告诉我 这才有了我拿着巧克力 来到这里的一幕 房间号没错 里面的病人 我皱了皱眉头 里面的小朋友 姓李吧 小朋友 那人愣了一下 接着又笑了 居然会在里面 看到失踪了大 半个月的李笑白 你 我脑子有点乱 你也来看小朋友 恍惚间问完 我才发现 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穿着病患服 半躺在床上 衣服半场开着 胸口处还缠着白色绷带 他像是没想到 我会在这里出现 如刀锋般锋利的霉 先是醋了醋 最后却又笑了 我终于误了 所谓的理性小朋友 就是李笑白 靠 谁家小朋友长这样 你这是怎么了 我轻轻呼了一口气 不再打算往前 我告诉自己 弄清楚情况就撤 过来 李笑白开口喊我 见我没动 又重复了一遍 林月过来 我不 话没有说出口 就看到床上的人起身落地 我急了 猛地冲上去 疯了吗你 你手上还挂着 尾音未落 身体被拥进一个熟悉 而又温暖的怀抱 我瞬间僵住 李笑白紧紧地抱着我 低声在我耳边呢喃 林月我回来了 对不起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脏不受控制地抽痛了一下 我听过李笑白严肃的命令 听过他温柔的笑意 听过他行动时克制的沙哑 唯独没有听过 这仿若劫后余生 视而复得的庆幸 而李笑白 在我的记忆里 也从未如惊天这般脆弱 放开我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克制流泪的冲动 不放 李笑白一边说 还一边在我脖子上蹭了蹭 我磨了墨后槽牙 你伤口崩了 刚刚他起身的那一下 我看到洁白的绷带上 已经有了血丝 没事 李笑白摇头 这都不放 我眯了眯眯眸子 那你告诉我 你这些天去了哪里 随着这句话一出来 我能够明显感觉到 拥住我的身体僵了一下 然后抱着我的手臂 缓缓地松开 我看看你的伤口 我假装问无其事 好像自己从没有问过刚刚的问题 李笑白也颇有默契地 没有在开口 只是病房里的氛围 却在瞬间淡了下来 说实话 在李笑白真正松开手的那一刻 我并没有如自己所想象的轻松 他一直都是这样 有事情从来不和我说 对我的事情 也绝对不过多干涉过问 但当我拉开绷带 看到伤口形状的那一刻 我想我大概明白了什么 这种特殊的伤口 一般的任务怎么会有 这几天 没有李主任的嘱托 我也去看了李笑白 他依旧没有和我说 自己受伤的原因 我也没有在追问 我开始不知道 和他的关系到底该算什么 男女朋友 真正的男女朋友 能陌生到这样的程度 医生和病人 谁家男科医生 天天吃了没事 往外科住院病房跑 一周过去 李笑白的伤口总算开始结架 门口看护的那个青年 还是一如既往的 每次我一过去 他就趴在行李 然后毕恭毕敬地喊 嫂子好 我想李笑白一定是听到了 但他却没有阻止 我也当自己听习惯了 不追问 也不再反驳 直到我有一天 在楼梯口和青年遇上 嫂子好 青年一如既往 身板笔挺 精神抖擞 不少人朝我看了过来 我刚大一笑 只好回他 你好 嫂子果然不仅漂亮 还温柔 还是跟两年半前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青年手里提着保温杯 黑黑一笑 说完就走 我愣了一下 连忙叫住他 等等 什么照片 印象里 我与李笑白的确有过几张为数不多合影 但问题是 我明明才和他认识两年 哪里来的什么两年半前的合影 我整理了一下情绪 努力让自己的表情 看起来平静一些 哪张照片 我看看 这张呀 青年一点没有起疑 听到我问 还真的从兜里掏出手机 打开相册 点开收藏家 你看 这张目光披向手机屏幕 我脑子轰了一下炸了 青年没有察觉到我的震惊 还物字笑着 指着照片里的人 你看 大合照的时候 嫂子你在这里 我们笑白哥在这里 就算全副武装 也藏不住你们的绝顶般配 看了青年手指指向的那道身影 我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某些回忆 瞬间如潮水般涌来 三年前 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 我随医院的前辈一起 作为第一批救援前往医区 那时候方舱刚刚建好 一切方才理出头绪 我被分配到轻症病房 比起重症病房 算是平静许多 可即便是如此 也免不了出现患者 突然情绪激动的时候 也要记得 那天的病房很乱 直到他的出现 一身防护服也压不住他的高大 一身白色也压不住他的气势 他说 想活着就别吵 安心救治 病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一句话 比我们扯破了嗓子还管用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 准备离开时 一个人突然拿起桌上花瓶冲了过来 我听到旁边护士的惊呼声 是已经躲闪不及了 我以为会头破血流 谁知那道奇长的身影冲了出来 抱着我往旁边一滚 花瓶落地的破碎声和闷哼声 同时在我耳边响起 你受伤了 将我护在身后的人 半攻着身体 没有说话 只是摆了摆手 我脸色一变 等了一会儿 才小心翼翼地将人扶了起来 到了门口 他就要离开 而我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 虽然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但是职业的米瑞杜告诉我 他受伤了 只一句话 我便将他带回了我的宿舍 我帮你看看吧 我说 我是南科大夫 如果坦然相对 我想不会主动开口 但那个时候 作为第一批前往疫区的人员 我们的隔离服上 还没有写上名字 全副武装下 我看不清他长成样子 同样的 他也看不清我的脸 我想 这种尴尬到脚趾抠地板的事情 一旦过去 谁都会重点遗忘 他也一定不想认出我 他深深地看着我 半天没有开口 再不看 真的就废了 在我半斜魄下 他终于轻轻点头 虽然我不再看他 但能够感受到 口罩下自己烧红的脸 以及头顶那从未离开过的目光 之后的半个月 我依然可以时不时地看到他 说认不出来 绝对是假的 毕竟那样挺拔的身姿 凌人的气势 实在找不出第二个人 以至于当青年拿出照片时 我一眼就认出那个男人 可是谁能够告诉我 那个男人 怎么会是李孝白 我脑海里像是有什么趴的榨态 咽了咽口水 他什么时候开始告诉你 我是你们嫂子的 就那次志员回去后不久啊 青年挠了挠头发 突然凑近了我 神秘嘻嘻道 他一开始还不说呢 只时不时偷偷拿出照片来看 后面被我们发现了 才说给我们找了个嫂子 照片是我们离开那个地方 作为留念拍的 当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也就是说 在那个春转夏的日子 在我和他吃火锅的前半年 李孝白便开始这么说了 狗男人 我深吸一口气 拳头硬了 刚刚回到办公室 原因无他 夺李孝白 知道这事情后 我不清楚李孝白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也不清楚他到底真的 知不知道照片里面的那个人就是我 但我明白 我现在不想见他 换一句话说 不知道该以什么心情见他 直接问还是装傻冲愣 似乎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捋一捋 我对李孝白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感情 但是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几天会有点长 封闭式研讨会结束后 我刚回到酒店 手机还没有打开 就接到酒店通知 酒店发现了两起外来病例 需要封控排查 而这一排查又有新的病例被发现 反反复复到酒店被解封 已经过去九天 这九天 李孝白难得给我发这几年都比不过的短信 你在哪 C程 研讨会结束后就回来吧 嗯 有意 行了 是 注意保护好自己 在酒店待着别出门 有问题给我电话 好 我和李孝白似乎在一息之间调换了角色 过往总是我问 他回 一会是根本不需要我回复的短信 现在确实 他问我回 甚至还说可以打电话了 他绝口不提照片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知晓 但是在这几天 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可总有一句话 叫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我回去的那天 是周末休息日 原本准备直接回医院 没想到一出机场 就接到了一通你想不到的电话 熟悉的声音 顺着网线传了过来 依旧那么歉 林月 不是说好了会来我的婚礼的吗 怎么这么久了 还没到呀 同学们都在呢 就差你一个了 要不要我们派车过去医院接你 我嘴角猛的一抽 差点忘了 今天是陈一安结婚的日子 不用了 我马上就到 我磨了墨后曹牙 并不想助长陈一安的嚣张气焰 那你拿了勤俭过来 我们这里可不是 放心 少不了随你的份子钱 机场离医院和婚礼现场都不进 到时婚礼现场离医院不远 我要是去了医院 拿了勤帖再去现场 肯定会晚 想了想 我给苏秦打了一通电话 林月姐 你回来了 电话一接通 林月轻快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嗯 我笑了笑 你想不想吃鞋 啊 苏秦一愣 但他向来和我有默契 很快就反应过来 你等着 就算是在电话里 我都能够听出来他笑得嘴嘻嘻的开心 犹豫了一下 我对李小白发了条短信 告诉他有点事情要处理 明天再见面 打车直接到婚礼酒店附近的商场 寄存了行李后 我还特意去买了一身礼服 陈一安请我去他的婚礼 明显就是鸿门宴 我不好好盛装打扮一番 岂不白费他一番好意 现场很热闹 鲜花红酒 香槟白沙 我看着这大场面 实在是没忍住笑了 到底是谁 掉进了臭水沟 陈一安的家庭不算差 但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可和下就不一样了 不少同学说 他是一家上市集团的千金 门口的宾客很多 我没有请柬 只好先在外面 等着苏秦拿请柬过来 但很快就有人发现了我 你是林月吧 来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男人 你这眼睛上上下下打亮着我 像是刘姥姥进的大官员 我也不知道 自己当年太出名了 还是别的 随着他这句话一说 里面的人一个个都朝我看了过来 很快 新娘新郎也闻声而来 林月欢迎 河下长得很甜美 态度温雅且和煦 谢谢邀请 我单单一笑 抬了抬下巴 当年我不会认为 能和还是别人男朋友 纠缠不清的河下是小白花 今天也不会认为 让自己老公大张旗鼓 来请我的河下是善心大发 这么多年没见 你更漂亮了 河下看着我的脸 难道是环境养人 环境养人 这话隐喻的 也不知道是该夸他才气过人 还是说他查气过人 我点了点头 是啊 环境确实不错 所以这不 正好那天还遇到了你家先生吗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合下脸色一变 难道不是 我看向一旁的陈以安 才不是 我却是因为陈以安急了 脸憋得通红 是因为给我送请柬吗 我知道 我笑着安慰 一脸你不用再解释 我们心知肚明的表情 不出意外的 陈以安的脸更黑了 我笑得更开心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现场很多人 都是当年文学院的老面谱 当年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这些人谁不知道我学医的方向 这么一来 陈以安在医院看到我 能是什么 现场更热闹了 曹操切切 切切私语 三三两两 比比皆是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陈以安要是不惹我也就算了 偏偏还要送上门 但我忘了 陈以安冠是个小人 还是个容易跳脚的小人 当他气急败坏地 将手里的香槟 抄扑过来的时候 现场立马爆发出一阵惊呼 我刚准备感慨 怕是要白瞎了 我特意去化的装饰 一道高大气场的身影 挡在了我的面前 紧接着 我被人紧紧地护在了怀里 熟悉的气息 扑面而来 一如过往 一如两年半前 我惊住了 李笑白 我被他圈在怀里 脑袋压在他的胸口上 耳朵外面一片嘈杂声 直到他清澈低沉地声线传来 嗯 我来了 然后我被人松开了 他将我护在了身后 阳光下 李笑白一身灰色西装 整个人一一身灰 短暂的惊呼过后 人群中 很快传来小声的一文声 这位是 有人眼睛发亮 看向李笑白的目光 郁郁郁郁市 李笑白刚准备开口 躲在陈妍安后面的河下 突然一脸欣喜地冲了过来 你是笑白哥对不对 李笑白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一眼 下巴轻点 河下 是我 我今天结婚 给你发请柬了 你不是说没空吗 河下的表情带着讨好的意味 下下 他是谁 陈妍安盯着李笑白牵着我的手 眼神闪烁 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 我外婆家大院里的那个笑白哥 河下压低声音解释 与其带着小心翼翼 我看到 陈妍安脸色明显白了 是没空 李笑白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我过来见女朋友 女朋友 众人惊呼 对 李笑白拉着我的手 转头温柔问我 回家吗 我现在脑袋还有点懵 但我知道今天的效果实现了 不管是我自己来了 还是有李笑白这位意外来宾 我唇角一扬 回 等等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 陈妍安突然冲到我们面前 看着李笑白 面露鄙夷 却又像是大发慈悲 我的心一紧 我知道陈妍安要说什么 但没开口阻拦 既然下下叫你一声哥哥 我也不忍心看你跳火坑 你知不知道他是 回答陈妍安的 是质地有声的温柔声音 回答我的 是坚定无比的食指相扣 他是我的圣人 李笑白说 一回到车里 刚坐下 我就忍不住了 想知道什么 李笑白转头 对我微笑 我都告诉你 对李笑白这么一笑 我准备了一路的问题 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 决定从无伤大雅的开始 我看到了苏秦 去你办公室拿请柬 李笑白道 这么凑强 我眨眼 和下他说认识你 是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他家以前 年年上我们家给老爷子拜年 李笑白将双手枕在脑后 靠在座椅上 那我的职业 我深吸一口气 嗯 李笑白挑眉 你不介意 我捏紧了手指 虽然早已经被知道了 但这还是我第一次 和李笑白开成不公的谈这个话题 林月 刚刚那句话 不是假话 李笑白正色起来 认真的看着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句话 我也知道了他不介意 可是 对不起 我之前骗了你 骗我 李笑白嘴角抿了抿 没有 从始至终 你都没有骗过我 什么意思 我心脏一跳 因为两年半以前 你已经亲口告诉了我 我脑子轰了一下炸开 所以一开始就知道 那个人是我 李笑白眼睛闪了闪 我知道 他知道 他都知道 你到底怎么认出我的 李笑白送我回了家 一路上 他没有再说话 但是他那向来民警的唇角 却带着微微善扬的弧度 到了家门口 他不问自尽 我看着他皱眉 你不应该回医院 今天办的出院手续 他笑 清澈熟漉的从柜子里 拿出男士拖鞋 不是还有四天才能出院 我明明记得 他的建议治疗时间是一个月 不用了 李笑白眸子闪了闪 想到他今天的突然出现 又看到他躲闪的眼神 我心里一紧 我看下你的伤口 不用了 李笑白身体明显一正 别躲 我最弃这种 治病不一不自觉的病人了 可当李笑白真的脱下外套 一粒一粒解开扣子 站在我跟前时 首先没有绷住的 是我自己 深吸一口气 我别开毛子 应该没事了 你穿上衣服吧 绷带已经拆了 伤口处也处理得很好 确实恢复得不错 他没有动 屋里开的暖光灯 分为有点怪怪的 你到底怎么认出我的 我一把推开他 再一次问出了那个 他在车上没有回答的问题 李笑白的皮肤很白 在灯光的照射下 若明若暗 这个问题不重要 他别过头去 我看到他的耳朵红了 他在躲 他还在藏着掖着 好 我点头 不回答是吧 我嘴角一痒 那你说 那天为什么会去我们科室 不是说自己很行吗 要去我们科室做什么 夺命连缓两问 就问你到底行不行 成年人不做选择 有本事你就都回答了 谁知 这句话一问出来 他反而笑了 转头看向我 眼神夹杂着说不出的内火 有没有问题 李医生不是两年半以前 就知道吗 我的脸疼得红了 温热的唇靠近我的耳锅 放心 有你在 会很行 我靠 鸡飞蛋打 那一夜 李笑白依旧没有回答 他跑了 但很快 我就得到了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 而且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 第二天 李笑白过来找我 说朋友过生日 问我有没有时间陪他一起去 我看到这人都到了家门口了 就点了点头 生日宴会是一个露天派对 嫂子 我刚进去 热情的声音就过来了 是你 我看着这张熟悉的面孔 忍不住微微一笑 你好 嫂子 我叫周元 你叫我小周 就好 青年笑得格外开心 李笑白过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难得大家都在 好好玩 走吧 陪你转转 李笑白将手伸出来 我将手递给他 中途 李笑白被人叫住 你去吧 我笑着 让他过去 我在这儿等你 好 看着李笑白离开 我朝不远处的椅子走去 途中 遇到了很多 对我没开眼笑 带着善意的示意 虽然他不在身边 但我知道 这些来源于李笑白 嫂子 笑白哥呢 周元又过来了 在那边 我指了指人群中 被粗拥的一处 周元眼珠子转了转 我猜 他们一定是问笑白哥 他怎么现在才把你带出来的 我心里一动 怎么说 笑白哥两年半都一直把你藏着 大家好奇呗 青年笑着 拿过一杯红酒递给我 我伸手结果 他是怎么和你们说我的 我问 他宝贝着你呢 才没和我们说 青年眨眨眼睛 突然黑黑一笑 但我知道 一个他们不知道的 你和笑白哥真正交往是两年前吧 我们刚回去那半年 他把之前没有休的假都休了 时不时出去 可勤快了 我有几次好奇 就跟过去了 后来发现他每次都去一个地方 就明白了 那个时候他肯定还在追你 对了 上次他本来都请了一周假 结果遇到突发任务 就受伤住院了 我心里大为震惊 正要继续问李笑白回来了 周元一见他 立马跑得比兔子还快 你 我看着李笑白 他看着我 回去吗 他叹了一声 放下手里的酒杯 我知道李笑白就算没听到 也能够猜到一些 两年段前 我试探着开口 或许是喝了酒 李笑白的脸带着几分红 毛子也有丝丝往日没有的雾起 那次事情后 我一直想找机会 真正和你认识 但是我猜 你并不想记起那段回忆 姑姑受伤是个意外 但如果没有她 我还是会想办法认识你 我知道你不想说自己的职业 所以那次看到你在逗孩子 才笃定说你是个科医生 而且一直没有给你反驳的机会 我早就知道你在那里工作 上次去就想着 以这样一个场面 被你撞见后说开 也许干大的就不是你 只是对不起 临时遇到了突发任务 林月 我喜欢你 比你知道的还要早 这是两年里 她说过最多话的一个夜晚 也是两年里 第一个她在我家 没有回去的夜晚 而她也用实际行动 成功地证明了另一个问题 也不知道是酒精作祟 还是美色诱人 她说爱我 我没有怀疑是假话 她说还想和我结婚 我说好 接下来的一切 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 小山重叠 月晃周遥 第二天 我请假了 第三天 她开车送我去医院上班 咦 你们这是 当李主任看着李孝白牵了我的手 眼睛瞪得比同龄还大 想到李主任是李孝白的亲戚家长辈 又想到李孝白曾是我们科室家医院的病人 我嘴角一抽 就要将手抽回来 谁知道 李孝白似乎早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那手指钻的那叫一个紧 大伯 这是我女朋友林月 李孝白大大方方介绍 我会不知道他是谁 李主任绕着我们走了两圈 眯起眼睛 好小子 什么时候把歪徒骗到手吧 说完还怕我怀疑似的 用力拍了拍胸图 哦 李孝白 感受着身体今天都还被我退下去的酸软 我努力保持脸上的项目不变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得体一点 可偏偏 我这样的表情让李主任更急了 她就是两年半前执行任务回来 受了伤 上次又突然跟家里人说要结婚 这么多年没个动静 我们担心她骗人家小姑娘 所以就让她必须做个检查 大伯 李孝白终于开口了 哎呀 你们都要结婚了 坦诚相待吗 李主任拍了拍李孝白的肩膀 笑得一脸慈想 说完又转头看向我 小林啊 我要是知道她对象是你 这还用我来检查什么呀 大伯 够了 我能够感受到李孝白的怨念了 中招李孝白问我 她休假的最后一天 我愿不愿意去领证 我说 可以 于是 她带着我来到她在这个城市的家 在那里 我看到了一幅 让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话 那是一幅 一个女孩坐在银杏树下的椅子上 却只有背影的画面 李孝白 这是 我指着墙壁 转头问那个 从抽屉里拿户口本的男人 这个 李孝白眼里明显有些慌乱 但他很快就淡定下来了 眼眸流转 笑意横生 是你 我当然知道是我 不然我问他做什么 六年前 我过来这边出任务 结束后去你们学校探望大伯 看到了这一幕 李孝白半揽着我的腰 伸手去拿那幅画 我的心 有什么东西 咔嚓一声转动 我记得这个画面 是因为这是我选完课题后 直到陈奕安发了帖子后 出国的那下午 我坐在银杏树下 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感到茫然 选择这样一个方向 羞耻吗 后来 有一个人过来 递给我一张纸巾 告诉我一者人心 不论方向 都是圣人 那个人 是你 我的声音颤抖 是我 李孝白笑着 将我揽进怀里 记起来了 我猛地点头 终于泪流以下 你怎么一直不告诉我 李孝白没有回答 只是轻轻地捧着我的脸 在轻轻稳去我眼角的泪水 我可以对你说一句话吗 他说 李孝 我想忠诚于国家 臣服于你 翻来后来过去了许多年 我才知道 当年那场兵荒马乱的相遇 是他在得知我去了医区之后 特意申请前去支援 六年前的相识 两年半前的在狱 直到两年前的重逢 和今日的相守 原来 这所有的一切 我以为的恰到好处 是他的一见钟情 也是他的蓄谋良久 全文完